因為不習慣身上帶那麼多的動作 所以說前幾天的紀錄可能會比較不準 因為會難以錄影響 我沒有去睡過 不過倒是免許好 是假如說我們可以請正記 正好就有一個睡眠實驗 可是所以說效果比較 不能夠彰顯它效果 對 所以你說光靠一個手機的震動 然後翻身就可以知道它睡得好 沒有 因為其實是看它的手機 睡眠有分數的手機 它如果有動作的話 就是代表它現在的前面幾天都會懂 如果你是已經熟睡了 你這樣是不會熟睡就亂熟 不知道那個睡眠有一個很專業的 它沒有血的血 它是眼睛轉動 它是很專業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依照它的手機 然後再利用手機去偵測它的情況 看著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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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零到0.5元 所以那就是採用新的 就是先放0.5元 它自己會變化的部分扣掉 然後再來就是 深色的 情況 然後還是 我自己測試很多電路在幹 這樣 因為你有可能就是放在床上的鋪園 那裡就想 這樣就是 謝謝 謝謝